大家好,这里是空头猎犬。 质押资产提现到B-Square的账户功能, 目前处于向部分用户开放的灰度测试中。 如果没有出现什么问题, 预计26号会向所有用户开放。 并且在下周将会支持将一些资产跨链出B-Square的网络。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如何操作吧。 首先登陆网站,我这里使用以太坊钱包, 在钱包中允许链接并签名,进入Rewards页面。 点击左侧的Claim to B-Square Network按钮, 可以看到我已经准备了一些B-Square的网络上的BTC作为GAS费。 如果你还没有,请查看我之前的视频, 将一些BTC存入B-Square的网络, 链接我放在视频简介中。 如果您现在还无法提取, 那可能您未进入挥度名单, 请等待明天操作。 上方显示我们可以提取出的资产, 下面说明BTC, WBTC和BTCB都会被转换成BTC。 未来跨链的时候, 您可以选择需要的类型再转回去。 而ETH则会转换成B-Stone。 B-Stone是质押ETH获得的资产, 未来可以转换回ETH, 看上去这还有一些汇率的变化, 会比以太坊的数量要少一点。 我们点击Claim Now, 接着钱包请求我们批准交易。 如果您使用Metamask小狐狸钱包, 请务必要修改Gas价格, 以免被收取高昂Gas费。 批准交易后稍等片刻, 我们就可以看到资产已经进入我们的钱包, 但是只能看到BTC, 如何查看其他货币呢? 我们可以进入官方的Token页面, 将其他类型的代币添加到钱包, 点击代币, 比如B-Stone, 然后点击合约地址边上的小狐狸头像, 钱包便弹出, 提醒我们添加货币, 添加后我们就可以在钱包中看到相应的代币了。 最后, 如果你使用的是比特币钱包, 则资产会转入右下角紫色小圆点中的AA钱包里。 如果某些代币没有显示, 您可以点击Token右侧的加号, 将复制好的代币合约地址添加进去, 这样就可以看到相应的资产了。 请关注我的油管和推特或加入讨论组, 链接都在视频简介中, 我会时时为您带来最新的空头消息。 感谢您的收看, 再见。